那开始继续看一下大盘和收立股票的一个表现吧 我们先看纳斯达克 昨天的话特斯拉是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冲高 然后有个回落的一个过程 然后昨天呢也随着大盘的一个就是有一些小的一种波动 或者说有一个小电回调 然后一些股票在开盘的时候又冲高 后面有一个回落 就是高开低走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些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表现 我个人的话就是把手里面的一些短期拉的特别急的这种股票 然后我是有了一个相应的减仓 同时把这手里的股票去调换到了一些在底部的时候 或者说有了一个下面关键位的时候 这样的一种情况来进行了一个抄底 整体仓位呢还是不轻也不重啊 也差不多就是五成仓左右啊 剩下的有不少的现金 然后来等待一个就是有一个真正的回调的话 抄底的这种过程 纳达克这个状态呢 有这个开始有点回调的一个意思 我们再看看那个罗素 罗素的话昨天也是有了一个这样的 比较大的一个幅度的一种杀跌的这种过程 但是呢它整体是随着这个低点在不断的往上去抬高 这个类似于一个小的通道 然后再往上去走 我就是觉得股票涨了很多拿不住的那种 可以去相应的去做一些调仓吧 或者说减仓 再加上现在的一个财报级比较多 因为有的人是习惯于把这个在财报前的时候 手里的股票去处理一部分 这样也是可以的 虽然就是我说的那种 你规避了一些风险 然后可能会随时一些这个收益 那个总之呢 就是自己按照自己的方式 我怎么觉得合适怎么来 这样就可以 这方法没有什么对错 第二个我们继续看一下标普 标普的话 昨天他们三大指数 区别上都是有了这样的一种 回调的这样一种过程 就按照之前说的这种 如果说他有一个回调的话 那个是太好了 因为可以去逢低去加仓了 因为我们这个指数的话也好 或者说是手里的股票也好 现在的大盘整体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更喜欢的内容就是有一个逢低做多这样一个局势 因为我很多次我去做突破或者增高的话 他后面会有了很多这样反复的就是假突破 一方面可能会短期被套一段时间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他可能有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去把人套进去 有一个这样的一种不舒服的状态 所以因此的话 我是在一个突破之后 我想先观察一下 如果说有了一个这样的回调 并且回调到位的话 然后进行一个逢低做多这样的一种操作 那么我们去看一下股票的话 我自己我的一个操作方式 你像这个HUT这个股票 他昨天是干了一个突破 但是我看昨天这个股票 大多数在开不完的时候 有个高开后卖率 开始是一个回落 所以说我担心它会形成这样一种 就剩下拉锯的这样一种 可能会出货的这种状态 所以说我昨天没有去上这只股票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 我还是想挡一挡 看它能在位置再广固一下 看一下 那么其他的AFRM这个也是 昨天虽然是没有上车 但是我一直在观置它 就是期待它在这个位置 能有一个站位 或者说有快速缩量的这样一种状态 然后后面再去有一个往上升的过程 LTR差不多昨天是要到了这个27的位置 但是实际上还没有到达 因此呢 那个它接下来可能就是需要有一个回调 和一个落实这个股票这个基础 然后在这里 然后开始有一个这种状态往上去走 整体它的一个表现 短期拉的还是特别急 然后这样的也挺超乎预期的 但是这种短期拉的特别猛特别急的时候 要么就是一口气上去 要么又是一口气没上去的话 在这边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种卖压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里的时候 好多人就觉得说解套了 然后着急赶紧走 然后这个时候装甲可能会再去吸收一些筹码 在这边的话 然后再去上去 行 RCL短期呢 可能确实也是不行了 因为表现实在是不怎么好 特斯拉这个昨天 我是有了一个宣优的高抛 我上抛掉了一个过程 以前66、64左右的这个位置 接下来当然是希望它有一个健康的回调 短期这么三四天这么大市值 然后批凡的这样拉 这个谁也受不了 所以说一个回调是非常健康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SPCE 这个也短期不用看 我们看FUBO FUBO它可能就是在这个区间里面进行一个真的 如果能再次到28左右的一个位置的话 我会考虑有一个开仓吧 就是我去继续加仓 然后慢慢往上去做 DKN哥 昨天的话 它是有了一个这样的跳空 所以说在跳空的时候 我49块3左右的时候 我又去加了仓 只不过是第一天吧 所以说如果接下来后面它能站稳的话 那说明我这个算是安全了 这边是一个挖坑 就是一个震仓的一种作用 就是可能是要启动前的最后一个阶段了 就是完成洗愁最后的阶段了 TLO的话 昨天也是在这个位置去加了一些仓位 还是看到58左右吧 这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打算58左右 或者是56左右 这样都可以 这个过程都是不错的一个打算 APPS也开始陷入这种震荡局势出不来了 OPIN 这个都开始有了这样一种 凡是出现这种比较长的盛影 你接下来如果开盘的话 或者说一个K线的走势 它没有沿着成的盛影 去往上去逼空那样走法 那么它都会在一个位置去产生很大的一种套牢盘去消化 需要很多时间的这个事 就是买进去的话算是也上不去 我们就再来看一下SOFI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面临这个问题 你看这边它是有了一个剧烈的上下影之后 然后凡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就按我刚才说的那个情况 它没有继续逼空往上走 只要是 接下来的K盘是收在一个就这边一个K线的双线 往下的一个问题的话 它就会开始这样一个批凡的去震荡 另外一个就是ANY比特币的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短期形态走坏了 因为它是还没有真正爆发 但是呢回调也没有破掉这个点 所以说我也只能去 我先去持有去看看 N4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表现还行吧 然后是昨天基本上是战胜了我的这个线 画这个线的这个位置 昨天我是在差不多这个位置 我又6日左右 我又加了仓 这样逐步把仓位加上去 后面看看能不能直直的去上去吧 如果上不去可能就又回到这个位置 然后再去有一个加仓吧 CWD昨天是有个驱打的巨量这个存高回落 那么进来看看它这个开盘怎么开发 能不能在这里开 我上面去走开 然后逼空上涨 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如果不冷的话 那么又是一个相当长时间的一个消化 或者说一个获利盘的去处理 横空也是不用看 然后现在走势都是特别差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 之前提到的一个 MP的股票 这个股票的话很遗憾 这个是没有到达 然后昨天出了一个巨量的一个 好像是一个状况报告 昨天出了一个状况报告 然后他现在又把这个位置砸下来了 如果说啊 手里面就是在底部这边超上来的位置 31超上来的位置 这个情况 我觉得就是先走吧 因为这个股票的话 我会放入黑名单了 我把它删除了自选 它这个股性太差了 而且这个走起来也不是很强势 本来以为就是说有预期要往上去走了 然后他直接有做空报告砸下来了 Sleep这个短期一两个季度 可能确实是没有希望了 这个股票 那么基本上来说 手里面的股票暂时还都是有一个比较可控的一个表现吧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现在仓位大部位已经减仓去腾出来了 而且的话 我自己操作的时候 去把手里面一些可有可无的股票 我全部都抛掉了 因为我是为了 仓位的一个更加的健康和优化 因为虽然说很多板块股票 这样的想去做去赚这个钱 但是 如果手里的一个持称数量过多 这样的话就会顾此事比 然后导致最后收益会非常的一种平均淡化 所以说把一些盖出的股票 比如说一些周期股等等这样的 然后我盖出全部都去把它进行了一个清通处理 然后专心就去手里面做集中的一个 看有看好的一些科技股票 然后来操作 这就是整体上我的一个昨天晚上 以来的一个思路的调整 首先我就是一个医药股 药股不做 慢慢的后面我可能会把 医美那个IAMD这个股票 我给它除掉 因为虽然说它是有一个消费量余 它不算严格医生的一个医药股 但是呢 毕竟还是欠少到一点这种医药这种成分吧 因为说你医美动刀子 这个东西你肯定还是人的健康啊等等 这方面有点关系啊 所以说 呃后面的话 我为了这个我自己而言这炒股保险起见 我就想去先把它除掉一些啊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啊 慢慢的手里的股票往 呈科技股的方向去做 一个科技股的话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做的弹性特别大啊 上涨也好下跌也好 做得特别快啊 干脆利落的这种 包括你抢反弹 或者说你去后面做T等等 这样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所以说呃我称为的集中优化 另外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基本面的股票 也不碰 你想想 因为有点基本面的这样股票 它都还产生批凡的暴雷 就是一种 风红的下跌这样的 没有基本面的那那岂不是更是雷上加雷吗 我还是文实这个想法和观点 所以说呃慢慢的把自己的一些能做可做不做的 等等这种好多去把它清理一下 去做一下啊 更集中的去做几支啊 就做了一些波段也好 有机会呢 去出手做一做啊 手里面了解的这种股票啊 没有机会的话就有耐心去挡一挡啊 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去操作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呃 确定性的 接下来要做的一个事情 好那今天主要就是把这个手里面的一个股票优化去操作 另外一个稍微分批加了一部分的仓位的 啊接下来如果说配合大盘回调到位的话 我可能会再一次的把仓位去打上去